Hello大家好,我是小默,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一期视频我们讲了如何在中国境内寻找加拿大政府认可的核酸检测机构 那这一期视频我想重点的来说一下如何预定加拿大的隔离酒店 其实这个视频我是本来打算计划明天来出的,但是现在已经等不及了 听到了很多朋友就是他们说预定酒店的时候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 春节之后呢这个航班恢复了很多人就这一两天出行 所以我就想抓紧时间来把我所了解的和我经历的这些总结一下给大家提供参考 那为什么我会对这个比较了解呢 因为我老公现在就是在机场,他马上就要回加拿大了 所以他所有的这些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都是他在国内,我在加拿大 我们两个一起来做的这些准备工作 隔离酒店的预定呢是我完成的 加拿大的隔离的情况跟中国非常不一样 我们回到中国之后你到了机场 你只要跟着人流走,跟着工作人员的安排 他们安排到你到哪个酒店你就去入住 然后交费就这样就行了 但是加拿大不行 你一定要事先在你登机之前就一定要办理好酒店的这个预订单 一定要订好房间 不然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麻烦 上飞机可能上不去 就算上了飞机你入境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个罚款 还有就是你没有地方隔离 他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不良记录啊之类的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提前安排好 那关于这个问题 我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要说了 所以在这个视频录的时候可能就视频会比较长 而且呢也比较混乱 因为我没有时间来整理我的思路 大概就是说到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 我就是想尽量的把我知道的都讲给大家听 我就说到了这个预订的话呢 它是有政府指定的酒店的 那现在整个进入到加拿大的就是空运只有三个路径 一个是温哥华机场 一个是多伦多机场 还有一个应该是蒙特利尔机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只有这三个地方是可以就是空路到达的 那么就是这三个地方呢 在政府的网站上 等一下我会把链接贴在屏幕上 然后也会放在下方的信息栏 方便大家来点击 通过这个网站呢 是可以查询的到你从哪一个机场入境之后 政府指定的几家酒店 那我以温哥华机场为例 温哥华机场它的隔离酒店是有三家 一家是菲尔蒙 Vancour Airport 就是菲尔蒙酒店是在机场里面的 另外两家呢 都是在Richmond的三号路附近 一个是Reddison 一个是Westin 这两家呢 分别是四星级和三星级 菲尔蒙在机场里面的那一家是五星级 虽然他们的星级不同 但是价格其实相差不是很多 差不多都是要400到500一天 最高的其实是那家Westin 就是四星级的 它有大概500多一天 菲尔蒙呢是463 Reddison应该是420左右 这样的价格 因为我给我老公预定了酒店嘛 所以我对这价格就比较了解 下来就要说到了我们如何来预定这个酒店 就只有唯一的一个方式 就是打电话 它没有办法网上订 没有办法人去订 只能通过打电话 那这个就很难办了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电话是非常非常难打的 它的等候的时间非常的长 政府网站上呢 它提供了两个号码 一个号码是在北美地区在North America 来拨打的电话 一个是 Out of North America之外的地方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建议 就是说 如果你有亲人朋友 在加拿大 在北美这边 就让他们帮助你打这个电话 第一点是因为时差的问题 它这个电话开放的时间 是东部的时间 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 那可能就是本身在北美生活的人 这个时间上可能更契合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 它的等待时间会非常非常的长 以我自己为例 我给我老公预定这个酒店 温哥华时间早上不到八点开始打 一直打到下午一点多 才把这个事情落实 用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 所以这个话费 就是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在国内 来拨打这个国际长途的话 这个话费也是相当不得了的 所以如果大家在加拿大 有家人或者朋友 他们可以帮你带打电话的话呢 那是最好的了 接通之后 里边的语音会告诉你 平均的等待时间 Up to three hours 就差不多要等待三个小时 那我自己打的时候呢 是一直等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它自动断线了 又重新打 又打了两个多小时 你要在电话上给对方 要隔离的这个人的所有信息 所以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再加上这个电话的线路 有的时候不是很清楚 有些朋友可能英文也不是那么的溜 那这个交流起来就会非常的费劲 那我给我老公预定的时候 大概用了二十多分钟 就是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蛮好的 就是这个工作人员 他的工作态度非常非常的好 会让你觉得他很有耐心 不用着急说 哎呀 会不会他对我没有耐心了 他会不会要挂我电话了 为了节省时间和为了沟通交流方便一些呢 也提醒大家就是在你打电话之前 你要把所有的这些信息 要用到的信息都拿一个本子 拿一张纸啊 把它写下来 包括什么呢 名字 出生日期 然后你从哪一天的航班到达 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 然后你的信用卡信息 包括信用卡的卡号 到期日和背面的三位数 以及电话号码 家庭住址 还有电子邮箱 接我电话的这位工作人员 他非常负责 他除了要了我老公的电子邮箱之外 他也要了我的电子邮箱 他说just in case 就是假如那一个电子邮件 他收不到 那起码还有一个我这边的保障嘛 因为当时我老公在国内 然后国内是半夜的时间 所以他没有办法确定 他能够及时的收到那封邮件 给他反馈 再说到这个酒店的选择 是有三家酒店 但选择权并不在我们 而是在酒店 就是哪个酒店有空房间 那你就去哪一家 工作人员会告诉你呢 你所要住的这一家酒店 每晚的单价是多少 得算出三个晚上的总价 再加上税 最后的报价一共是多少钱 会告诉你这个数字 然后让你来确认 他是要就是马上在线刷卡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事先准备好 这个信用卡 这个信用卡要是能够进行国际支付的 最要是Mastercard或者是Visa 就是如果大家在国内用国内的那种信用卡 可能就不一定刷得过 所以为了保证他能够刷得过 能够这个预定成功 一定要准备就是国际通用的这个信用卡 接下来呢他就让你稍微等一下 因为他们要去跟酒店确认是否有空房间 这个期间呢大概是有等了两三分钟 他反馈过来说啊 酒店那边回复过来了 说有空房间没有问题 你的这个可以确认了 他告诉了我一个叫什么 file number 档案号是用来查询你是否预定酒店的这样一个档案号 但是他并不是预定单的号码 接下来他会说我现在要发邮件了 你是不是在电脑前或者是现在能够马上收到邮件 我说可以我手机上可以收邮件的 他说好那稍微等几分钟 邮件你收到了之后我们再来核对 大概又过了三四分钟 我手机上就收到了确认邮件 我想我老公那边应该也收到了 打开这个邮件的上面就是这个酒店的预订单 它包含你刚才告诉他的所有的个人的信息 日期啊 包括酒店的名字 酒店的地址 所有酒店的信息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一个订单号 就是一个confirmation number 你要读给他 然后他那边要确认 他的你这边收到的号码和他那边收到的confirmation的号码是match的 到这一步为止才算是完全的安全的预订上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拜拜 thank you啊 这样就是再见了 然后整个过程我大概用了五个半小时 所以大家在预订酒店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预留好足够的时间 离出发之前大家肯定都是事情非常多 又要做核酸检测 又要去拿这个检测报告 又要整理行李 可能又要赶往机场 所以这些事情都堆在一起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提前的把它计划好 如果能有家人在加拿大帮你打这个电话 那就可以给你省去很多的麻烦 给你节省出很多的时间来 那一会儿就会让你帮我打电话 就会给你帮我打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